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12月6号 周三晚上的6点5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 是在较差的ATP小非农数据出炉之后 高开 但是随后全天低走 尾盘加速下跌 在标普的11个板块中 有4个上涨7个下跌 特别是公共失业板块 今天是受益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大跌 今天它是0涨标普 另外在今天的板块上 跌幅最大的是能源 由于美国继续以创记录的速度开采原油 今天的国际原油 特别是美油这边跌幅非常之大 今天的日内跌了差不多4% 跌到了3.9% 这是一个巨大的跌幅 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要看一下关于小非农的进展 小非农的ATP报告显示 11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10.3万 低于预期的13万 而之前的数据是从11.3万下修至了10.6万 11月份工资数据再次放缓 留职人员的年薪中位数增长5.6% 之前是5.7% 而换工作人员的年薪工资是从10月份的8.4%的增长 放缓到了8.3% 另外商品和服务业也都表现得非常的疲软 像什么休闲酒店还有制造业都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特别是之前表现比较好的酒店业失去了7000个工作岗位 另外第三季度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从-0.9下调到了-1.2 低于-0.9的预期 休闲和酒店等工资较低的行业也不再像大流行初期那样 去推动大部分的工资增长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市场的一些逻辑 包括风格 还有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的板块 包括有一些个股 今天我们一并去讲到 今天的市场实际上我们如果看掉期利率的期货压注 还是压注降息125个基点 和昨天情况差不多 但是这个我昨天也提到 它是比美联储还有经济学家的预测更加的激进 比如今天路透的经济学家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102位的受访者中 只有52位认为美联储至少要等到2024年7月才会降息 低于9月份的70% 而另外50人则认为美联储会更早的降息 其中有72位受访者认为 美联储在2024年降息100个基点或更少 非常少的人认为明年会降125个基点 所以现在市场的压注很明显是高于美联储 以及经济学家的预期 那么这个预期的差值 就是未来有可能做文章的地方 特别是如果经济数据没有那么的坏 那么这个预期未来是要被回吐的 这是大家一定在短炒的时候要记住的一件事 好 最近的市场风格是开始已经有所转变 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big seven 就是大的这七个科技权重股 是在一直被卖出 那么之前跑输标普的最近跑得更快 目前高于50日移动平均线交易的标普成分股 是已经大幅增加 而且在即将到来的一季度 是有可能会跑赢标普的 为什么说大的科技权重现在一直在被卖呢 我们看一下高盛柜台交易的数据 在过去的11个交易日 七大权重有15个交易日 在高盛这里是竞卖出 而且高盛基于此 他们有去研究了一些历史数据 认为现在要建议买入落后标普的股票 就是它的涨幅 没有标普涨的快 甚至比跟标普是反向而行的股票 因为高盛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21年里边 年度落后标普的股票 在随后的一季度表现 一直有跑赢大盘的趋势 在21年的13年中 这一趋势是一直在持续的 落后者在随后的一季度 比标普500平均会跑赢130个基点 其中53%的落后者 在随后的一季度表现会优于标普 那么最近几年 其实这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从疫情之后的21 22 23年分别来看一下 21年的一季度和22年的一季度 落后股票的表现是有记录以来最好的 但是在23年的一季度 这个趋势被打破了 他们实际上一季度没有跑赢标普 22年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在整个一季度 也就是硅谷银行爆雷之前 落后标普涨幅的股票总体表现很好 直到3月初出现了区域银行的破产压力 那么整个趋势才被逆转 截止到3月8号 落后股票相对标普是上涨了4.7% 那么讲了这么多 对大家的投资参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23年就是今年落后的股票 到底在哪里具备哪些特征 首先第一个呢 这些股票平均是下跌了15% 和他们的长期平均水平 17%的跌幅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相对于标普500指数 有望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就是这个差值是差了37%之多 并且远低于长期的历史平均水平的26% 那么到底有哪些股票构成了落后的板块呢 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 金融还有工业这三个板块 这些占到落后股票总额的44% 那么去年呢是占到33% 还有一类板块占的不多 但是呢也有一些落后的股票 科技部分的科技股 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除了一些大的权重科技股不错 很多的科技股 比方说像PayPal这样的 对吧 还在地上趴着呢 科技通信服务 还有非必须消费品占落后者的23% 去年这个比例是超过50%的 我们说这是我们说 2023年的落后于标普的股票的几个特征 那么第二个是呢 我们说这个地方 我就顺带讲一下 这样吧 我先把第二个刚才讲到的风格转变 跟大家讲完 讲完之后呢 然后正好结合着这个里边 现在我们说集中在医疗保健 金融工业这里边 我跟大家集中交叉出来一个板块 告诉大家 这个板块是有可能存在突破的 我把第二个讲完 第二个市场风格的转变 是在过去的两个月的经济增长数据 对于整个的降息的支持者来讲 那肯定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对吧 比如说对于持有债券的朋友来讲 最近的收益就非常不错 但是对于新的经济周期来讲 就不那么美妙了 未来的一到两个月 我认为市场将开始炒作坏的经济消息 就是股市的坏消息 这一更加顺畅的中长期的逻辑 而不是之前的什么坏消息 就是市场的好消息 对吧 以前坏消息短期市场好消息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预期坏消息 坏经济会导致降息 降息利率没那么高 那么市场就可以得到估值提升了 但是长期的顺逻辑应该是坏经济 它就是坏股市 这才是正常的 好 那么如果我们说以后的股市的经济的坏消息 就是股市的坏消息 在这种预期下 如果得以实现 有一类的股票 预计会比较的吃香 就是攻守兼备 略带防御型的股票会比较吃香 在标普的11个板块里边 有一个板块是具有非常明显的 攻守兼备的特征的 就是医疗保健板块 那么它的变数是什么 如果经济没有那么的坏 那像这种攻守兼备的板块 可能机会就一般般 反而是周期性的股票 它可能会迎来更多的买家 因为经济还行嘛 没有特别拉跨 那么大家就买周期性低股的一些股票 等待周期性回升 然后再去上涨 比如说像什么消费股这样的 好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来讲一讲 XLV这个ETF 它现在有一些迹象 我只能说有一些迹象 存在着一个右侧突破的机会 如果市场真的去炒 这个攻守兼备的预期的话 XLV这边 一旦我们看到它收盘 如果能突破135美金 实际上今天已经在测试这个位置 就是129.7到135 最高点的今天去到了132.45 一旦收盘占上了135美金 XLV将会进入上行趋势 它的看点是138.7至前高 甚至新高 这是技术性的看法 我这里面有分析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就炒那个预期 刚才讲的那攻守兼备的预期 所以这个地方 有喜欢右侧的朋友 那么你就自己要去跟踪一下 你看看它能不能够站稳135 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打右侧的机会 反之一旦跌破了129.7 就代表着突破失败了 短线它没有成功 那么就会重新回到下方的支撑位置 去进行震荡摩擦 然后择机再次上攻 这是对于医疗保健这个板块 未来可能一到两个月 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变化 好 那么市场现在是蠢蠢欲动 准备要开始炒作紧缩的周期了 最近的节目里边 一直没和大家在讲 关于货币供应的问题 今天我觉得还是和大家跟踪一下比较好 其实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的M2这边 是已经连续的12个月出现了负增长 就是中间的横轴零轴下方都属于负增长 连续12个月的M2 包括你看TMS这边也差不多 那么这里边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通常我们说可以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有用的一个指标 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期 随着银行发放更多的贷款 货币供应量往往增长都比较的快 一旦我们说出现了货币供应增长放缓 它往往又是经济收缩的表现 但不一定是经济衰退的表现 但是它一定是经济收缩的表现 而且通常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放缓的危险的信号 目前这个信号持续了已经12个月了 但是我们要从绝对值上来看 尽管最近货币供应量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总量仍旧高于1989年到2009年 这20年间的一个正常水平 截至到今年的10月份 货币供应量自2020年1月以来 已经是增长了32% 换算成美金是4.6万亿美金 如果想要恢复到早期的趋势 那么货币供应量还要再下降3万亿左右 也就是再下降15%左右 把总额降到15万亿美金的下方 所以我们说现在绝对值仍很高 但是增速在不断的放缓持续的是负增长12个月 其实货币供应放缓对于企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什么 融资很困难 因为这个银行发放贷款的热情 它会降低很多 很多垂死挣扎的边缘企业 他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再融资 或者通过新的贷款来避免财务的困境 2023年迄今商业破产申请大幅增加 到11月份截止 利用11张申请破产的美国公司的数量达到了842份 比2022年同期增加了141% 其中小企业的申请增加了79%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只股票给大家提个醒 这家公司NKLA也是一个新能源的公司 在前几年的时候咱们还多多少少关注一下 后来就直接没给大家讲 但这里的我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朋友继续持有它 这家公司今天旁后大跌18% 就是一个典型的资金快花完了 日子可能快过不下去了的一个风险信号 因为这家公司宣布要筹集出售股票筹集1亿美金 不多对不对 但是对它来讲是救命钱的 而且准备通过出售可转换票据再筹集2亿美金 一共就只剩下不到1块钱的毛票价格了 还跌了18% 那么这种公司就是存在着重大的经营性的风险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便宜就去买 便宜不是你买入的理由 我曾经一直在会员节目里边和咱们的会员朋友探讨的时候 一直在谈到一个观点 便宜不是买的理由 便宜低估且它有增长 未来这个赛道有潜力才是你买入的理由 便宜的东西多了去了 不一定都要买 好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这只股票今天也是大跌 还有一只股票今天是财报 受到宏观消息的影响 也是大跌 就是这个CHW1 它的财报信息我就不详细讲解了 主要也是提醒大家 目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 其实通过部分的公司 你也能知道确实不佳 它是下调了前瞻指引 盘后下跌了9.92% 这个公司大家也注意 要跟着基本面去走 尽管是已经有估值了 但是还是需要看一个长线 目前整体的股价表现的确实也不怎么样 然后说一下星巴克 星巴克重点谈一下 星巴克今天是终于终于上涨了 终于终于上涨了 在今天之前 星巴克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下跌 下跌了11% 市值蒸发了142亿美金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担心 营收可能会下降 达不到之前的前瞻预期 因为JPM的在这个星期一还看到了一份报告 它显示的是星巴克的第三方销售数据表明 在11月份的销量会大幅放缓 而且它下调了星巴克在12月这个季度的 可比销售预期 也就意味着12月的这个季度的财报 有可能会不太好 其实市场在反映这个事实 再加上它的股价之前在100多块钱的时候 你说便宜吗 其实并不便宜 我记得上次讲财报的时候 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它飞奔上去以后 你看它后来100多块钱 你现在上限在哪里 上限在146对不对 明年上限是146 你100多块钱是个中间值 既不高也不低 完全有大幅波动的空间 但它的高位是去到多少倍了 去到了30多倍 你对一个消费股来讲 30多倍你觉得算便宜吗 绝对不算便宜对吧 所以你要是增长到什么 120 130去了 那就是真贵了 那么它跌下来以后算便宜了吗 跌下来以后 我认为 之前上次跟大家讲的 现在依旧有效维持原判 就是82.6到89.3 和73.2到79.4 如果有机会跌到这两个地方 那么你就有足够的空间 应对它业绩下滑的风险 那它就是真不贵 因为84以下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低估了吗 放到明年9月份 当然你说上方的91.5到92.2 95这个位置 能不能扛 能不能打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昨天收盘收到了95.54 今天的收盘 最低的时候95.47 它在守 它想守95 但守不守得住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地方 它绝对不算特别便宜 要便宜 82.6到89.3 那就是大胆便宜做长线 而且能承受业绩下调的压力 否则呢 它如果真的12月季度的业绩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拉跨的现象 又下调全年业绩 然后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支出 那它的价格要回到这个地方 很容易的 因为毕竟全是抛压 你看怎么下来的 放量跌下来的 曾经有两天出现过抵抗盘 抄底盘全部被活埋了 所以这种情况 那么你就是要最好是等等 不要逆势 在这个地方马上就说去抄不抄底 抄底你至少要放两年 放两年去看 不要看太短 好吧 要么就耐心等待 82.689.3 你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地方有的话 就拿稳就好了 好吗 好 这是对于新马克 然后再来看一下关于AMD AMD今天是发布了 备受瞩目的 这个MI300系列的AI芯片 包括300A和300X 抢夺了MVDA的份额 根据公司的介绍说 这个300X的芯片 比英伟达的H100的性能可以提升60% 那么新款芯片在训练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是与H100是基本相当的 而且现在什么微软甲骨文还有Meta都是它的客户 准备今年会大幅采购到明年大幅采购 但是现在受制于台积电的产能的影响 所以预计出货量是大概30到40万 那么AMD的新品发布实际上是预期中的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因为大家说发布新品怎么还跌了呢 对吧 这么好的消息 因为之前你有过预告 不是说突然间蹦出个新品来 那么这个消息落地之后 它是成功的把英伟达给拖累2%跌了2% 自己也是跌了1.32% 我来说说它的价格和走势以及到底贵不贵的问题 AMD这边只要是低于100块钱就是低估 就是结论 低于100块钱就是低估 99到138是24年前年估值的下限 低于100就是低估 所以低于100和接近100的这些强支撑的位置 希望大家自己一定要记好看好 这些地方也预计是有较大反抗和大资金介入的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它现在不跌了跌不到这么深 114这个地方它都跌不破 而是掉头又向上走了 一旦突破了129块钱 那么AMD将摆脱所有的强压力的束缚 强压力束缚不是没有压力 有小压力133139 中远期目标上看前高 上看前高中远期目标 好吧 这是技术面的一个看法 那么暂时它有这个地方要啃 129它得过了才能往上去看 过不了向下回踩这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 105 1 0 8998还有81和87 这三个位置 希望大家自己做好准备 好吧 好 这个就是对于AMD的一个跟踪 希望有喜欢AMD的朋友 如果觉得英伟达太贵了 你也可以考虑考虑AMD 另外在指数期权方面 也可以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跟踪 标普和纳指100在今天的put 继续小幅增仓 且总的持仓量小幅攀升 那么道指和罗素这边表现比较平稳 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市场还是预计在标普和纳指 特别是在科技股身上 有可能 权重股身上 有可能还是会出点小事情 这个小事情 现在很难说 它是在压注大幅做空 还是只是想去对冲 下个星期不是有美联储的一期会议 去对冲波动性的风险 还是想利用下周的四五日结算 去搞一点事情 这个很难说 这个结果方向是什么 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在标普和纳指100上 在使劲 小小的使劲 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看空和看大跌的趋势 对于标普的看法 咱们之前多次讲过 回踩跌上5%以内的跌幅 都是正常的回撤 那个不是空 那个不是说趋势改变了 正常的下跌 只要不跌破4334 抛压不会增大 但是跌破4334 特别是4334到4440这个区间 是CTA策略的短期中期和远期出发卖盘的关键位置 跌破4334 那么他们的卖压几百亿几百亿 每天的几十亿几十亿的卖压就往下走 那个时候 他就是没有办法策略推动的被动型的卖盘 所以不跌破这里 没关系 不跌破这里 你回撤就是什么 回撤就是继续拨断了 好股票到了位置 该买 继续买 看估值跟着买 对吧 所以没有什么太困难的 没有什么日内没什么机会 你就别做 继续等待 等着他把波动性走出来 把空间给你腾出来的时候 你再做就好了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不断 最近的点赞 非常给力 看点赞率都能达到10%了 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继续维持 这样的话我做节目更有动力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在最近 特别是马上这周还有明天的出警事业 还有一个非农 都可以导致市场的出现比较大的一些波动 有波动 咱们就有机会 希望大家都能通过什么短线 波段 甚至长线点位都能买得到 都能好好挣钱 稳定的挣钱 稳定的账户增长 好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再次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点赞 评论和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次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点赞 再见